Live的同學生 大家早晨 又回到我們營養教室的時間 今天我們會提到 應該說這個月我們都會提到 跟運動相關的一個準備 或者是怎樣運動會比較有效率的 我們今天會提到的是 運動之前可以做什麼準備 而且會提到一個比較少講到的是 心理上我們可以怎樣去準備 因為畢竟運動其實都不是每一個人 都覺得很享受的一件事情 但是大家其實也知道 運動的諸多的好處 在新年新希望的時候 通常都會有一個計劃 我今年要怎樣運動 持續運動 不知道過了三四個月 大家有沒有去繼續運動的計劃呢 其實不要緊的 我們任何時候去進行運動的規劃 和開始運動都是一個最好的時機 我們今天就會提到 從心理上或者生理上 可以怎樣去幫助我們 在運動之前去做準備的 我是Lala營養師 也可以叫我歐陽營養師 我目前是台灣和香港的 HERBO LIFE的特略營養港師 生活在台灣的 已經在台灣十幾年的時間 同時主要是在台灣做減肥 或者是在一些健身中心 醫院 學校等等做營養教育相關的工作 通常運動呢 總是覺得明天先 或者天氣很差 很冷 或者很熱 都會覺得運動是一件 有空的時候才來做的事情 但是任何的習慣呢 只要想到是 有空的時候才做 通常就沒有這個有空的時候 所以呢 任何你想養成的習慣呢 其實都是需要事先規劃 會更加容易成功 和變成一個習慣 在心理上 運動呢 是可以做一些準備的 我這邊就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我見過的個案 或者減肥班的時候 去怎樣幫助大家 在減肥或者運動之前做一些準備 其實呢 在運動之前也好 或者減肥之前也好 設定一個目標是很重要的 而且是一個 實際的目標 而不是不設實際的目標 為什麼就是實際的目標呢 比如 要大概了解一下生理上面 究竟 多久可以減到一公斤 或者一磅 例如 我一個月想減8磅 10磅 其實都是可以達成的目標 但是呢 如果說我想 3天就減到10磅 這樣 其實呢 生理上是沒有辦法 達成減脂肪是這麼快的 頂多可能 肚一肚痾 流失水分 就有可能減少了這個體重 但並不是一個真的減到脂肪的一個目標 所以 我們可以設定一個比較實際的目標 比如運動上面 一開始就說 設計 我要去 做健身一個小時 和慢跑一個小時 如果原本完全沒有運動習慣的話 這個目標就會顯得比較可不自實際 所以 心態上面都要調整一下 去設定一個可以達成的目標 另外呢 也可以想想想 如果遇到困難的時候 設定一些目標的時候 就可以去想想 就是運動的時候 會遇到什麼 阻礙或者恐懼的 譬如 有些人是很害怕這個 跑步的時候 呼吸很不舒服的感覺 又或者是 流汗痴痴痴痴 其實呢 就可以去想想 如果是不希望 有這些不舒服的情形 影響你運動的動機的話 可以去選擇一些 你比較舒服的 認為比較舒服的 運動的形式 譬如 可以在家裡 看著一些影片 去做瑜伽 去尋找一個 真是喜歡的 享受的 和可以持續的運動 然後找到一個動機 每個人想運動的動機不一樣的 因為可能單純 只是希望 變得更健康 或者希望可以減肥 可以一直問自己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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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減肥呢 可能就是 覺得 身體已經開始 你一邊不舒服 你一邊不舒服 那邊不舒服 或者 深層地問自己 有可能到了最後 發現是 我希望可以有一個健康的身體 去陪伴我的家人 譬如家裡有小朋友 不希望日後變成 子女的負擔 可能 都會是最後最後 最深層的動機 希望這個動機 是足夠堅強的 又或者並不是為了其他人的 譬如 老公叫我減肥 我就減肥 要問一下 希望這個動機 是屬於自己的 動機 那個 動機和動力 其實是會比較強的 我們也是用一些方法去定目標的 因為有時候目標有一點飄浮 譬如說 我小時候想減肥 就是我的目標 但是想減多少 多久 要減到怎樣的程度 或者在哪裡減 要進行哪些運動 其實都是可以更具體 所以這個Smart的定目標的方法 我們也可以看看 S就是要具體的 要具體的 譬如我想減肥 這個就是不夠具體的 如果具體的話 譬如我想在三個月之內 透過飲食和減肥 去減5公斤 或者3%的體脂肪 更具體的 或者腰圍也可以的 由幾多公分的腰圍 變成幾多公分的腰圍 具體一點的 一個目標 然後這個目標要夠 可以衡量的 譬如有些數字的話 就可以去看 自己這個目標 有沒有慢慢的達成 譬如 訂定的目標是 腰圍的話 我們可以每個星期測量一次 體脂肪或者腰圍 就可以看到 自己的目標有沒有 可以達成 或者慢慢慢慢的 朝著目標的進發 另外 A就是要達成的 要剛剛才提到的 要比較實際的 一個可以達成的目標 譬如一個月減兩公斤 差不多八磅十磅 其實是一個人體 可以的減體脂肪的速度 而不是說 我三天就想減10%的體脂肪 其實就是比較沒有辦法達到的 所以定目標的時候 也是可以達到的一個目標 另外就是 你定的目標是 是要和你的動機 或者是 你最終的目標 是要相關的 那個目標 怎麼說呢 譬如 減到BMI 22 或者減到優惠多少 對於我最終的目標 是改善整體的健康 是有關的 如果說 我的目標就是 是希望可以最後 買到一個手袋 那就完全沒有關係的 那可能 或者是 那個手袋是 我如果減到 減了之後 我家人說 會有獎勵金 有10萬 然後我就可以買袋 就是很遠 這個目標 所以要比較相關的 你定的目標 是跟你真的 內心的動機是相關的 剛才提到10萬的故事 是真的有曾經發生的 就是 我有一個減肥班的同學 他說 我減肥的目標 其實就是因為要拿10萬元 因為我家人說 如果我可以減到 100公斤以下的話 那個目標 那個同學 130公斤 他說 如果減到100公斤以下的話 我家人就說 給我10萬元 其實都算是一個 相關的 但是 這個目標 就會比較難去持續 你可能拿到錢之後 就 開始亂吃東西 或者 也不會繼續去持續這個目標 所以 最好就是 跟自己相關的 並不是 為了外界的一個誘惑 或者是 外界的一些動機 而去進行這個運動的目標 另外 就是要 T 就是要 要把這個明確的時間 寫下你的目標 比如 在六個月之內 達到 目標減五公斤 這樣 就可以是很明確的 有一個時間 所以這個 smart 這樣定 目標 運動的目標 也好 減肥的目標也好 希望可以幫助大家 在運動之前 或者減肥之前 可以寫下了 或者 重新思考自己 想要的目標 到底是什麼 定了目標之後 要怎樣去達成呢 畢竟我們過年 尤其是新年 1月1日之前 可能都很懂得定目標 定了很多很多計劃 每個月讀一本書 或者是 我要每一日持續運動30分鐘 定了很多目標 但是 不一定有辦法去執行到 又或者是 執行的時候遇到障礙 我們可以看一下 如果是 我見到的減肥班 可以很成功地去持續 去運動 或者持續 他的健康飲食習慣的話 其實是可以去 step by step 去完成他的目標 第一個階段 第一個step就是 要先了解自己 首先 去記錄一下自己 目前的飲食習慣 在未開始的運動 或者飲食改變的行動之前 去記錄一下 目前現在的飲食習慣是怎樣 運動習慣是怎樣 或者是不希望用那麼多手機 我們要看看螢幕使用時間 譬如電話 其實有通計 看看影響自己健康的因素有哪些 譬如飲食紀錄之後發現 原來我每天都喝很多的含糖飲品 或者我發現我下午茶的時候 其實都會不小心吃很多零食 然後就可以去 了解自己 達成目標的時候 會有成就感 會發現到 原來我這個部分有改善到 我減少了含糖飲品的數頻率 又或者這個運動是增加了 每一日平均增加了20-30分鐘 就可以在進行目標之前 那個準備 了解了自己 目前現在的狀態 才可以去和未來 去執行目標的時候 那個狀態去做比較 另外 設定的計劃 就是剛才Smart的設定計劃 譬如每天去公園萬跑30分鐘 好 第二個階段 就是要逐步進行 如果定的目標比較有挑戰性 譬如去公園萬跑30分鐘 你發現我跑到10分鐘 15分鐘的時候 已經有一點頂不順 那是不重要的 那你就可以去調整 不要弄到那麼Fixed 可以去比較Flexible 比較限性 每一天 譬如跑15分鐘都可以的 不一定一步到位 變成30分鐘 跑15分鐘都可以的 那慢慢加 變成20分鐘 25分鐘 慢慢感覺到自己的運動的能力變強 直到達到目標 這樣 也可以比較靈活變通一下 譬如有時候 譬如下雨濕濕 真的很沒有動力出去 去公園跑步 這樣就可以變成 譬如原本就會追劇 或者去看電視 可以變成原地慢跑 原地踏步 原地慢跑 這陣子很流行 這個超慢跑 大家也可以找影片 看看什麼叫超慢跑 原地踏步 其實都可以流汗 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的運動習慣 所以可以靈活變通一下 第三個階段 就是把目前現在進行的目標 變成一個習慣 其實要變成一個習慣 其實是所有的階段最困難的 因為一開始執行的時候 會有新鮮感和成就感 但是若莫過了七日之後 就有這個七日之養 大概過了一個星期之後 就覺得 開始 有點 疲乏 所以我們可以想一些獎勵的方式 給自己 譬如 過了七日 已經進行了七日之後 可以有一次的 任何的獎勵 計劃也好 買東西給自己也好 總之就是要鼓勵自己去繼續進行這個習慣 其實現在有很多電話 手機裡面的APP 可以去做一個幫你養成習慣的一些 譬如 小獎勵 去記錄的 其實都可以運用 譬如 還有一個狀態就是 原本呢 希望可以跑三十分鐘的 之後就跑十五分鐘 之後到了最後 就連五分鐘都不想跑 但是呢 譬如 上班覺得很疲乏 很累 最好呢 都去運動三分鐘 五分鐘都好 保持習慣 運動五分鐘都可以的 開始一個最簡單的行動 譬如 一想到要運動三十分鐘很累 但是 至少我們可以開始 運動之前去進行的事情 譬如 穿運動鞋 穿了運動鞋 就算了 這樣 進行了第一個步驟 往往呢 譬如 都穿了運動鞋 就出去走一下五分鐘 又或者在家裡 都是原地踏步五分鐘 慢慢慢慢 其實 當你去保持了那個習慣 是會比起 有時做有時不做 更加容易去養成習慣的 做就對了 就是 就算只有五分鐘 都可以去進行的 其實是會更加容易 成功地 養成了一個長期的習慣的 好 剛才提到的 是運動之前的一些 心理上面的準備 運動之前的生理上面的準備 實際上我們行動上面 生理上的準備可以做到什麼 首先就是要 健康檢查這件事情很重要的 譬如 原本是有血糖不穩定的狀態 又或者是有慢性疾病的情況之下 其實是需要去諮詢你的醫師 或者是 去了解一下 在這個情況之下 可以怎樣去運動的 譬如曾經有 中風過的 可能行動是不方便的 突然之間 又要去進行一個 比較激烈的 譬如舉重 其實是有可能會影響到 心血管的健康 所以首先要檢查自己健康的狀態 可以進行什麼運動 在真的運動之前 記得要確實去熱身 因為運動習慣最害怕的 就是造成運動傷害 只要是一運動傷害 譬如扭伸的腳 肌肉痛 腰痛 就會完全停擺 完全沒有辦法再去進行運動 就算很有心想運動 因為運動傷害的關係 沒有運動 都會變得很可惜 所以熱身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預防一些運動傷害 另外飲食上面可以去調整 在運動之前 等一下會跟大家提到 可以怎樣去吃東西 去幫助運動的時候 更加提升一個運動的表現 另外就是要記得 足夠的休息和恢復 才可以進行下一次的運動 因為有時候 譬如去做健康 或者團體的 Zumba的課程 就會很容易 隔天好像全身散了 很腰痠背痛 就會沒有足夠休息之下 硬是要去上課的話 就會很double的痛苦 當然這些痛苦 太痛苦了 可能執行三天四天 就降氣 所以 有足夠休息 也是運動的時候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運動之前 有個身體的準備 就是充分熱身 要有合適的衣著 運動鞋 或者是足夠透風 透氣 和吸汗的衣物 保持運動的空間的通風 和量力而為 保持運動的通風 是非常重要的 有時候 在一些物費的健身中心 或者是瑜伽教室 或者什麼時候 只要那個通風不夠好 會充分於缺氧 一缺氧 可能太激烈的運動之下 甚至會 頭暈 或者會想吐 所以 運動之前 身體上面 或者環境上面 的準備 也是非常重要的 運動之前 飲食的準備 也會跟大家提一下 尤其是 在 清晨的時候運動 剛剛起床 早上起床的時候 去運動的話 是需要吃一點點東西 再去運動的 因為我們 剛剛起床的時候 其實身體是處於一個 血糖 相對比較低的狀態 整個晚上沒有吃東西 再去運動的時候 我們身體的肌肉 又消耗一些糖分的時候 血糖就會變得太低 可能就會造成 例如頭暈 不舒服 飆冷汗 等等的 一些血糖太低的不適 經歷過血糖太低不適 那個感覺的時候 是很不舒服的 可能會影響到 後面上去運動的動機 所以記得 去運動之前 最好是 在運動前幾個小時 去吃一點點東西 為了提升運動的表現 和預防一些不舒服的症狀 最好就是準備一份 比較清淡 不需要太大量的 大概100卡路里 左右的飲食 這個營養素大概是 有簡單吸收的糖類和蛋白質 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選擇 就是一杯奶 一杯奶裡面有乳糖 又有蛋白質 一杯奶都可以的 又或者是 一個燒蛋再加半條香蕉 其實有些簡單的糖類 再加簡單蛋白質的組合 就已經非常足夠在運動之前做準備 不需要吃太多 吃太多 反而運動的時候 會造成腸胃度的不舒服 所以只有簡單的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這邊也會提到 我們Herbalife有哪些營養品 其實可以幫助我們在運動的時候 去補充營養的 特別是如果是進行比較專業的 比較激烈的運動之前 其實可以選擇這個H24系列 我們的速備24 就是適合在運動之前去飲用的 它裡面有主要的成分是 就是肌酸和症安酸 肌酸是可以幫助肌肉的收縮的 特別是去做健身 或者是一些負重 有重力的訓練的時候 這個肌酸是可以幫助我們肌肉的爆發力 那麼我們的配方 都是由康寶萊的運動營養的專家去研發的 最主要就是這個症安酸的成分 跟夜凌生一樣有症安酸的成分 是可以提升一樣化膽 這樣化膽令到血液會比較通腸 更加容易令到氧氣和營養可以輸送到肌肉 所以我們速備24 就是專門去課在比較激烈的運動之前 是可以準備的 另外速備24 其實它是沒有蛋白質的成分 所以如果是譬如精神運動之前 我想簡單的沖泡一杯 運動前的含有糖類 含有蛋白質的飲品 就是我們的營養蛋白素24 是很適合的 運動之前 營養蛋白素24 可以提供給我們適量的牛奶蛋白 L酵酸 也可以幫助肌肉的生長 另外有電解質 還有一些抗氧化營養素 維他命C B群等等 去提升運動的表現 特別是電解質 是很適合在要進行 比較激烈流汗的運動之前 其實是可以補充的 每一份90卡路里 蛋白質可以提供舊克 不需要太多的運動之前 要適量的 足夠我們運動的時候使用就可以了 是連運動員都可以去使用的一個配方來的 在運動途中 雖然今天會提到運動之前不需要準備 但我們也會提到運動中和運動之後 我們可以怎樣去補充營養 運動中的時候可以去補充水分 含有電解質等滲透壓的水分 即是運動飲品的濃度 電解質的濃度和我提 身體裡面的液體的濃度是一樣的 就叫做等滲透壓 補充24和CR7都是等滲透壓的 如果以補充24來說 比較適合低強度的運動 不會流太多的汗 就是補充24 如果是CR7水建力的話 就是比較高強度的運動 就會適合CR7 其實它裡面的營養素 大同小異 濃度上面有少少的差別 所以這個CR7可以說是加強版的 即是更加激烈更加流更多汗的運動 就可以用CR7 一般來說 譬如天氣熱、夏天 去補充水分 補充24就可以了 如果在運動後 就是使用健體24 朱古力味 就是會有更加多的 適合運動後去增肌的營養素 譬如有餘性蛋白 L-酸 和三種支鏈的氨基酸 都是去建構肌肉很重要的 其實我們健體24 就會適合爆發力的運動也好 或者是長時間跑馬拉松的那種低強度 但是長時間的運動 都是適合健體24的 因為如果以爆發力來說 這個L-酸是可以幫助爆發力的 而支鏈胺基酸就是幫助長時間的運動 建構肌肉所使用的 所以這個運動後 就是使用健體24 它的熱量也可以看到是比較高的 190卡尼 蛋白質的量就會拉得比較高 蛋白質一份就有26.5克的蛋白質在裡面 所以你會發現 運動前其實是比較簡單的營養 而運動後我們會需要 高熱量一些 和蛋白質的量要再多一些 H24總結一下 運動前就是速備24 和營養蛋白素24 運動中就是低強度的話 就是補水24 高強度的話就是西藩水健力 運動後就是健體24 可以幫助我們補充肌肉所需要 現後的營養素 就是運動前中後需要的營養補給 希望今天的課程 可以給大家一些動力 如果在過年元旦的時候 有定運動的目標的話 但是已經放下了這個目標一段時間了 其實不要緊的 現在開始再去執行這個目標都還沒遲的 運動就是任何時間 就算已經50歲60歲70歲 都依然是來得及的 只要開始運動對身體都是有好處的 我們今天的時間就來到這邊了 非常感謝大家 我們下次時間再見 拜拜